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又碰到本球了 今天梁文博解球同样也出现了问题 好 往下一点 要往下一点 应该说这个球解的还可以 因为这个角度想打右侧底带蛮有难度的 还是很难 但是萨利文的个子很高 厚了 梁文博的机会 首先要看能不能直接看到 可以直接看到一点问题都没有 当然也是可以打组合球 打组合球的话 可以把另外一颗红球给留到了带口的附近 然后这个母球也不会很远 直接打还是 好 这个角度也是很理想 是一个榨球的绝佳角度 有终带 不过有点掉手 有点掉手 但是仍然难不住 梁文博 现在这个绿球来过渡 现在这个绿球来过渡 对 会比较自然一点 对 那个角度会比较自然一点 可以选择打一颗星弹起来 做右侧中带的红球 我们看到红球最外侧也有一颗红球 这角度留得很好 但是不知道有 能不能 能不能看得见 应该是可以 我分析 对 也就是画面我们看的这个 这个呢 可以打一个中低杆 去找篮球 哇 手软了 他是直接想打低杆来找这个粉红 粉红手侧 对 但是 杆法就是没下好 你看他出杆的时候都不坚决 手软了 我们讲 我们这个行话叫手软 哇 谢谢你帮着奥塔利文把粉红球 右侧的下球路线给清开了 对 有点跳 他依然有的打 对 炸完球有这种炸完的角度 是 好 轻推 8 现在我相信啊 这个 这个 萨利文呢 他感觉是自己在练习一样 嗯 心情是十分的放松 所以 这几杆 他的击球速度会越来越快 对 16 好 稍微横一点点 好像是有一个向上的小斜角 这样的话可以打一个stun 先来解决左侧的红球 23 打一个小小的刹车球啊 小利的刹车球啊 去做这个中带 反红球 3 3 5 3 3 5 进入了这个啊 Rony的表演时段啊 嗯 33 领先47分啊 台面还有59分 38 领先48分 啊 50分了 打进黑球超分 只需要顶一下红球就可以了 45 46 克林文波又是痛失豪居啊 对 一个强有力的灯 灯干呢 力量稍微小了一点点 52 两颗星 53 喜欢来练习一下左手 他的这套绝技确实是很有用 又来了 因为这个裁判 简直的速度赶不上 我要是裁判 我就很不喜欢你 就